我看現在這個社會 身臟的人 常常都叫沒車 我自己的老公也在這裡 今年七月這麼過星期 我感覺 如果對社會比較有直接效果 應該就是讓身臟的人 更有空間 不管是要上就醫 不能等這麼久 所以我們這裡跟理事協會 理事共同來討論 我們做一個富康巴士的捐證 這些綜合方式 都是我們市民長 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接不穩 還去連絡車來共同來做好這件事 非常感謝大家的參加 我們今天的捐贈活動 除了捐贈兩台的富康巴士之外 還有南屯區六所國民小學 成績優異 各方面表現優異的小朋友 這個獎學金的頒獎典禮 那另外呢 之前希望能夠給更多小朋友 帶來陽光跟希望 所以我們在風樂公園的廣場前面 也舉行了春聯的DIY 然後闖關遊戲 寫春聯 還有一些棉花糖 給他們帶來更多的溫暖關懷 把我們的安心算入到更多的人身上 那未來呢 我們成立客戈福島中心 也只會在南屯區永春路 寶基林 居士林的位置 那希望呢 更多的人一起來參與 做善心 我們希望砲磚引玉 能夠引發 讓社會充滿著正能量跟快樂 我們台中市市民真的非常優秀 我們有非常多的市民 不只自己的工作 不只自己的家庭照顧好了之後 都會想到說 我是不是能夠再去幫助別人 所以那社會局在這邊 非常的感謝這個協會 一口氣就給我們捐兩部的復康辦事 那今天很難得在這個機會 還有這麼多的小朋友 能夠接受到慈善協會的獎學金的捐助 那當然我們現在年紀小 那有需要 所以有善心的人士捐助我們獎助學金 我希望各位小朋友立下自願 有一天我們長大了 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我們要追隨這些前輩 我們也要把這個愛 再傳給下一個需要的人 非常謝謝我們的理事長 今天這個場合 除了讓我們東遠國小 跟春安國小的孩子 有這樣的機會 能夠用鼓勵的上台 來表達一份感恩之意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意義 是在理事長跟理事長夫人身上 讓我們學到了 就是當有一天 我們有成就的時候呢 在我們企業經營有成的時候呢 要當一個守心相向的人 要當一個能夠幫助別人的人 我相信呢 這是呢 今天在座呢 所有孩子們呢 你除了領到這份的獎學金之外呢 最大最大的收穫 各位說對不對 是 那在這邊呢 我想要請代表呢 我們東遠國小呢 當然還有我們 我的學姐 把這個機會讓給我來 上來表達呢 我想要代表呢 我們學校所有的師生呢 來感謝陽光滿滿的 你用這樣的方式呢 來啟發我們的孩子 讓我們的孩子懂得呢 在小時候就應該怎麼樣 就應該好好的學習 在學校好好學習呢 展現他的自信 等到有一天事業有成之後呢 也能夠成為幫助別人的貴人 我在這邊呢 要特別謝謝 那麼今天呢 這個陽光滿滿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呢 證明了陽光滿滿 愛情滿滿 希望滿滿 我相信 世界很多地方 有陰暗的角落 但是因為陽光的關係 而讓它充滿了溫暖 看見了希望 重現了光明 希望我們陽光滿滿 希望滿滿 幸福滿滿 在此 預祝所有的來賓 大朋友們 小朋友們 新年快樂 金融一生 好聚中生來 請可以留言 希望我們陽光滿滿 帶你社會 愛心滿滿 幸福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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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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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